上一集收歌讲过太极帮了他,这个太极有没有一直做到现在? 首先讲太极的师傅他其实不是叫我跟着他打吐露, 他教我呼吸,他教我几样东西的,他说那个舌尖向上往顶着,二手丹田想着这一道, 他说为何呢?你要让你的脑休息,当你的集中在你的太极的动作的境界里面, 你外面的东西你不会去想,你不会用多余的努力去想其他东西, 当你投入状态的时候,你就是做那个动作,他说你越游越好, 尽量将你的呼吸减到最慢,这个是要训练的,你是要去习惯的, 所以我做得到如果呼吸很慢很慢,他说其实太极最主要就是你的扭身, 扭身其实是令到你的五臟六腑是在运动着,平时我们是不会有这样的运动, 但是太极是会有照顾到你这个运动,当你五臟六腑好回的时候, 你整个习惯,整个血气就旺盛回,可以帮助到你的身体, 所以现在你说你做什么运动,这个方式我都没有改变到, 因为不同的年纪你是做一些不同的运动去适应自己, 现在我一样是绝续运动,至于我以前学的功夫的套路, 或者是太极的手势,我都照顾用一个慢动作,去寄回那些手势出来, 我想那个原理就是这样,你每样东西都是慢慢来, 高级,都是在运动着,我还记得那个师傅说, 最重要是你的五臟老虎是在运动着,因为你平时不会察觉的, 你也没有留意的,所以你要扭腰,扭腰就是其实在做这件事。 那另外一件事,最后要问了,就是饮食习惯, 即是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饮食习惯? 分几个階段说了,小时候,那时候家的环境不好, 吃得少,很想吃东西,有机会就吃,总之又吃得很快, 因为怕不够快就吃不到,这个是小时候, 做大一点,尤其是由我开始出来做事开始, 我有个想法就是,我要吃多些东西才可以补充到体力, 才够体能去应付我的工作, 吃,什么都吃,总之有得吃就吃,有机会坐下就吃, 很多人就说,不要吃宵夜,吃宵夜不好, 因为你令到胃没得休息, 但我这个行业不同,我要开通宵, 所以我就不理人家怎样, 即是那个论调是怎样,我没有理了, 不是了,我先吃了,我顶不了体力, 是,补充体力,吃完之后,跟着又要吃了, 因为为什么呢,你又要接第二个通告, 所以在那段时间,我一直吃,一直吃, 不知道是不是,因为这样影响到那个, 你的胃部长期没有休息, 你里面那些器官没有休息,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,很多因素, 我现在都自己想不到, 所以我就吃,我不断地吃, 到大了,到我那次胃有事之后, 我去再分析一下,原因, 是要给胃有吃,不要吃那么饱, 以前我吃很饱,吃到很厉害, 不要吃那么饱,但不要吃那么饱, 我都喜欢吃, 现在就因为那个上网的方便, 和大家朋友聊天的沟通的方面, 大家都很关心健康, 食与健康的感觉, 有很多东西,我开始折制, 开始折制,尤其是高胆固醇, 反食脂肪, 你去留意, 你买包东西看看, 有什么在里面, 成分是什么, 我开始留意, 有些东西我会小心一点, 会避一避, 在我们年龄的消化力不够, 或者是我们那个消耗之风, 那个能力不够的时候, 就会积聚, 一积聚就会影响我们健康, 那我就留意, 原来糖不能吃那么多, 糖是吃少一点, 鹽也不要吃那么多, 会影响它, 油也不要那么多, 我开始留意这些东西, 烧不烧夜啊? 烧夜戒不了, 戒不了吗? 怎么办啊? 大哥, 我戒了, 不怪你那么健康, 不行, 我那时候也是为孙道留, 所以一定要戒, 为什么呢? 蛋哥, 因为我现在还是有拍戏, 是, 因为拍戏呢, 其实是不会去考虑, 你是不是, 熬不熬通宵, 他通告是晚上是晚上, 是晚上, 那我就有个概念, 很深很深, 哇, 今晚拍戏, 吃多一点, 真的就会吃, 但我当然, 都会避开刚才我说的, 尽量去避, 即是, 其实, 什么都不用说的, 你只是看石修, 现在, 这个状态, 你已经知道, 哦, 他已经很适合地, 将自己, 调教到, 在这个年纪, 要怎么去面对, 他的健康, 阿修哥不是说, 教你吃什么, 赌品什么, 但是, 我总之, 你看他就知道了, 你看他, 是一个好例子, 是不是, 我叫他, 我不敢叫他, 他叫我不要叫阿修哥, 叫他修叔叔, 是不是, 修哥那个, 是那个修哥, 是啊, 法事搞错, 那个就是修哥, 如果我跟那个修哥一起, 我是修仔的, 哈哈哈, 我也是, 我也是跟阿修哥, 是, 他也是, 他自己那一套就是, 站住, 永远不坐的, 他那个理论都很好, 是啊, 很有道理的, 我有时, 吃完饭在家, 我都站在那里, 因为有时, 我跟他在尖沙咀, 内宗呢, 在尖沙咀, 約一起吃饭, 我说修仔, 你不用来接我, 我说, 他住在后面田, 我走出去, 他就走出去, 吃完饭后, 不用理我, 我走回家, 他就当我人动, 是啊, 很简单的东西, 不需要太特别的, 我要健康, 只要这样, 你改变自己的习惯就行, 适应自己, 适应自己, 每一个人都适应自己, 今天, 谢谢大家, 石修, 这个叫修Uncle, 和我们分享健康的, 如果你想再多一点, 看我们再多一点, 好朋友一起谈谈, 关于健康的, 记得, 订阅我的健康蛋, 或者, 修哥, 麻烦你, 和我的观众, 提一下他们, 订阅健康蛋, 这个平台, 好啊, 今天很开心, 和蛋哥谈谈谈, 这个节目, 和大家见面, 我亦都希望, 以后多一点机会, 在健康蛋, 见到各位, 大家分享一下, 大家在生活上, 一些经验, 或者交流一下, 记得订阅健康蛋, 我们多多支持, 多谢, 谢谢, 谢谢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